捍衛憲法、捍衛新聞自由 解除暴禁2.0 政府不可以關新聞台 這是我們這次提案修正 衛星廣播電視法的最重要原因 這個提案是有除了政府院長以外 52位國民黨以及五黨籍的立法委員 共同提案 也包括張旗凱、林國成、還有麥玉貞 三位民眾黨的立委的連署跟提案 所以總共有55位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來共同連署或者是共同提案 幾項修法重點 第一個把新聞捍衛新聞自由入法 第二個在衛廣法裡面區分一般跟新聞頻道 針對新聞頻道執照是永久 換言之從此之後不再有換照這件事情 第三點先輔導後行政後處分 政府都應該先窮盡輔導的工作 如果真的輔導不行 那才有所謂的 執照註銷或是換照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就是先司法後行政 我會做出一段路的工作 有關照片 好嗎 就算是